哈囉 大家好 我是生活洞起來的阿賓 很久沒有跟大家介紹好物了對不對 如果大家要用這個直播 或者是你想要用相機接電腦 然後做一個轉播 是不是都要有這個影像擷取器 今天早上我睡醒的時候 就刷刷刷刷到一個新聞 我看到之後是超級開心的 其實早在10月20幾號的時候 它已經發布了 可是今天我才看到新聞 因為目前來講的話 如果這個軟體阿 可以就是就像他講的 就是直接插USB 就可以直接當作Webcam來直播的話 我就會發現直播的畫面就會變得很好 不會再是用前鏡頭 所以快 趕緊帶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是Canon的M50 然後現在拍攝這個是EOS R 好 所以我們先趕快來下載軟體 首先我們要到它的Canon的這個網站 我拉到最下面 那大家有沒有看到就是原本 它其實只有Windows系統版 然後 Always系統阿 就是之前它就是寫開發中 那之前常看到開發中就是難免有點失望 可是今天看到可以下載的時候 你知道我多開心嗎 好 然後就是很簡單 先按下載 然後下載完之後就存在你的桌面 那裡都可以 解壓縮之後就有這個程式檔 然後打開之後阿 你就按著它的步驟去灌 然後它其實容量也是有 十幾Mai 而已 十三Mai而已 所以灌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使用啦 好 那首先阿 就是用這台M50來試試看 記得先找一個USB線 然後連接好你的相機 如果你電腦不用轉接 你直接插電腦也可以 好 插好之後再插進去電腦 那我在想說就是我們就用 Zoom的會議軟體 來試試看說它可不可以當那個Webcam 那我就先打開 Zoom 新會議 好 那因為它進去之後 它可能會先抓一些東西對不對 所以我就先打開 你看它的電源 好 確定打開之後 調整你要的位置 喔 它已經抓到了 喔 它其實蠻快的耶 我還以為它要設定什麼 它已經抓到了耶 喔 酷 然後再按確定 喔 有耶 比剛剛那個前鏡頭好太多 給大家看一下前鏡頭 這邊可以做轉換 Fastetime的HD 你看 差太多了吧 差太多了 好 再把它換回來 再把它換回來 哇 有耶 有耶 大家會好奇說那OBS呢 我相信也可以啦 因為這個可以就可以 那我們來試一下OBS 好 打開之後 欸 你看 馬上抓到耶 哇 其實它這個也馬上抓到耶 你看 哈囉哈囉 好 那我想來試試看說 如果我用EOS 這個 然後轉 就是用直播 我們來看看畫質 我就用我個人的直播 然後看看哪位朋友 上班的時候有空的話 順便幫我看看畫質如何 好 回來之後啊 我就先到我的臉書 去做直播 好 你看我已經連到直播的時候啊 這個 它已經幫我連上去了 沒有 我就是用這一個 用這個EOS R的這個鏡頭 去做直播 好 那我現在就來試試看 它的畫質如何 欸 有耶 通常是不太會有人理我啦 各位朋友 如果有上線的朋友 可以幫我看一下畫質如何嗎 好啦 目前看起來我覺得 我自己還蠻喜歡 用數位單寫相機來直播 因為它質感真的是好多了 竟然朋友有看到我的直播嗎 有聽到我的聲音嗎 因為我只是在做個測試而已 可以喔 哇 謝謝 謝謝 好 那要跟大家說抱歉 因為這個題目是臨時要做 所以剛剛架設機器啊 什麼什麼有點亂 所以請大家就是多包涵 好 最後啊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喜歡這個影片 然後把這個影片分享給你需要的朋友 如果你朋友剛好有在做直播啊 什麼的 告訴他這個好消息 之後也期待就是 有更多的像登山啊 開箱或者是一些知識 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 咻